你知道哪一種減肥的方法最有效嗎 全部都有效 真的 全部都有效 那那麼多的減肥方式 我們到底要選哪一種呢 比較好呢 我跟你講 你就選那個 你射下來之後 你還可以一直持續進行 不見斷的那個方法就對了 因為為什麼很多人一直在嘗試 不同的減肥方式 甚至有些人中期一生都在減肥 那我跟你講 那就在選錯方法 請問你代餐你可以吃一輩子嗎 還是果凍 你可以吃一輩子嗎 還是餅乾 可以嗎 還是代謝碗 代謝碟 這些東西會讓你瘦下來 但是你可以持續一輩子 如果你不能持續一輩子 那這個方法 你就能瘦下來 你一樣的很大 因為減肥方法都會有 包括瘋狂的運動減肥 你能持續一輩子嗎 中醫埋線 切胃 節食 挨餓 那些都是減肥的方法 所以這麼多方法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堅持一輩子 這些方法就不適合你 因為就算你瘦下來 哪一天你就能踏回去 有一點你瘦沒改變 所以唯有找一個方法 讓自己可以堅持 瘦下來之後 而且可以持續一輩子 執行下去的方法 才是最適合的 那我們人每天都要洗飯 對不對 如果吃飯可以瘦 這個方法 絕對可以讓你瘦一輩子 那吃飯為什麼會瘦 那關注我 我來加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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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